在马拉松领域,他曾经击败过刚入局的基普乔格也成为其此后炫耀的资本,他曾经打破世界纪录,一度被奉为肯尼亚的王牌。 如果不是一时糊涂晚节不保,他真的可以封神,但是事事难料,后悔晚矣。 他是威尔逊·基普桑。 柏林是个好地方,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全部在这里诞生。 2013年9月29日,柏林马拉松有4万多名跑者参加,格布雷希拉西夜名枪。 基普桑在35公里过后才开始加速领先,基普桥格和另一个叫基普桑的人紧随其后。 最终他以2小时03分23秒夺冠,打破同胞帕特里克·马卡乌在2011年9月25日创造的世界纪录。 基普桥格以2小时04分05秒获得亚军,比基普桑落后27秒。 但在这高光时刻,却发生了匪夷所思的诡异事件。 在即将到达终点的一瞬间,有一个人突然冒了出来,居然在基普桑之前率先冲险。 这个人兴奋地扬长而去,留给他的事无尽的遗憾。 这应该是组委会安保的失误,但也可能是上帝派来的,在冥冥之中暗示未来要发生点什么。 基普桑1982年3月15日出生于肯尼亚金耶区,据说从小就没有钱买鞋子,家里没有自来水和电,每天都要光着脚跑着上学,到学校的路途超过6.4公里。 这些情况在肯尼亚似乎早已司空见惯,与其他孩子并没有不同。 受到父亲的影响,基普桑完成自己的学业后,也加入了警察队伍。 2005年,他开始参加跑步比赛。 2010年在巴黎,28岁的基普桑手马跑出2小时07分13秒的成绩。 2012和2014年,两度获得伦敦马拉松冠军。 2012年伦敦奥运会,基普桑获得季军。 2016年在柏林,他不敌贝克勒获得亚军,但也创出了2小时03分13秒的PB。 赛后,贝克勒好像不太愿意搭理他。 2017年在东京,他以2小时03分58秒夺冠。 2018年9月16日在柏林,基普桑格以2小时01分39秒打破了由基梅托保持的世界纪录。 戏剧性的是,作为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基普桑恰恰也在现场。 他以2小时6分48秒获得季军。 基普桑格击败昔日冠军一雪前耻。 一个多月后的10月27日,基普桑受邀来到了成都马拉松。 官方希望他能打破国内赛道记录,而他却表示要打破世界纪录。 谁知,他出场轻松跑了5公里,然后就退赛了。 也可能是火锅吃多了有点马腿。 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。 2020年1月10日,世界田径诚信委员会宣布将他竞赛4年。 基普桑先后三次错过要检,在试图解释第三次要检时, 用2019年8月19日的车祸照片伪造5月17日的现场,结果被识破。 至此运动生涯跌入深渊。 时至今日,仍有一些运动员不惜代价以身释法。 英国选手乌甲在东京奥运会后被剪出使用兴奋剂, 中国队苏炳天等得以递补为奥运铜牌。 3月21日,云南队王开丽兴奋剂违规事实,成立竞赛两年, 云南省田径项目停赛一年。 基普桑的故事发人深思,一失足成千古恨,再回首一百年深。 做人做事光明磊落,堂堂正正,人间正道才是沧桑。 马拉松也一样,一分耕耘一分收获,同样没有捷径可走。 这正是,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悟了轻轻性命。 繁 react- offended Doch。 rods , 帜术な cairo. 2011主委在 hay Ан天返如